这个女孩满心欢喜地来到男朋友的雕塑站 可眼前的一切让她震惊吗 和男友一起运动的姿势竟然被她展示了出来 并且旁边还刻有自己的名字 看着众人议论纷纷 女孩大脑一片空难 此时女孩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可男友偏偏还在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作品 这种奇耻大辱谁能忍受得了 女孩转身就走了 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说好的彼此相伴到了 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连做个美甲也要遭到男友的潜责 柔道里 奈比痛不欲伤 他质问男友为什么要这样 男友不仅没有安慰 反而振振有词 事后 奈比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闺蜜 闺蜜们却投来羡慕的目光 要知道一个艺术家是不会轻易找人做模特 他一定是很爱你才这么做 天哪 这是什么脑魂 不过 奈比好像信了这种鬼话 这天工作室的小伙伴提醒内部 他的男友在外沾花惹躺 为了一探究竟 奈比悄悄地来到男友的工作室 挥开门的那一刻 他震惊了 若不是亲眼所见 他怎么也不相信男友会背叛 于是 他果断选择了分手 几年的感情怎么能说忘就忘了 奈比坐在八台岸自伤神 忽然一个帅哥静止地朝他走 这性感的嘴唇 这深邃的双毛 那比一下子被眼前的这位帅哥吸引 我会想到男友 那比尽然有一丝丝失落 和他脖子上的蝴蝶纹身 却深深地烙印在那比的心中 这一刻 他释怀了 就在这时 男人又出现在了那比的眼前 注意看 这个男人撩妹的手段有多高 他先在女人的手臂上画了一只胡腿 为了不让墨水粘在衣服上 还贴心地用嘴吹了吹 这一系列的操作 加上他那自以为是的绝世容颜 这让刚刚失恋的那笔感觉自己又恋爱了 随后 两人又挽起了飞镖 因为是第一次 那笔并没有击住 于是 男人就顺理成章地手把手教训 对于男人过于亲密的拒绝 那笔并没有拒绝 反而乐在其中 看着飞镖击中 两人更是开心地击掌庆祝 男人看准时机 又来了一波土味情话 果然 失恋的女人最好评 紧接着 男人又在那笔的手臂上画了一只幸运蝴蝶 正当他慢慢靠近那笔石 他反手就是一个摸脸杀 这波操作 让那笔彻底沦陷了 画面一转 两人来到巷子里透气 男人含情默默地邀请那笔去他家装抗蝴蝶 害羞的那笔假装要上厕所转身离开 当他回来的时候 却无意间听到男人在和其他女生打 那笔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鼓子 转身就离开了 从那以后 那笔整天心神不渝 就连买只笔都不吝 男人的身影都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为了改变现状 他决定去参加好友组织的邻居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两人再一次相遇了 原来 男人名叫仔燕 聚会上 两人都假装初次见面 好友有意无意地撮合两人 两人没来眼去 就在服务员上玩菜后 仔燕突然叫住他 看着仔燕一系列的小姑娘 那笔好像明白了什么 心情失落地他来到外面透气 没想到仔燕也跟了上来 他邀请内笔去吃冰麒麟 不仅如此 还贴心地送内笔回家 看到对面来了自行车 他会下意识地把内笔拉到里面 这些不经意的小细节 让内笔再次对他有了好感 自那以后两人的关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友温馨提示内笔 花不会只为一只蝴蝶而盛开 而仔燕就是那朵花 他会和不同的女生搞爱你 但绝不谈恋爱 那笔一脸不相信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胳膊上有个同样蝴蝶图案的女孩 睡梦中的女孩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吵醒 打开房门 这不是自己日思夜想的男人吗 男人二话不说 直接把王硬上弓 女人心想 既然反抗不了 那就好好享受吧 就在两人准备深入交流时 女人突然被闹钟吵醒 天啊 这是蜡笔第一次做春梦 意犹未尽的蜡笔一看时间 上课快要迟到了 悟不上梳妆打扮的他一路小跑来到教室 好在教授看他连眼屎都没清洗 就赶来上课的诚意上没有扣他的血 蜡笔赶紧回到座位上掏出手机查看 看到脸上冒出的姨妈道 蜡笔感觉大事不妙 他赶紧在人群中找闺蜜 却无意间发现宰燕 他迅速弯下身子 可还是被宰燕发现了 这时 横痛男人的蜡笔赶紧发信息 让闺蜜来试给他带一包姨妈镜 可闺蜜正在网吧吃鸡 根本没看到蜡笔的求救信息 就在蜡笔上台演讲时 一瞬间他感觉血如泉油 他只能强忍着疼痛匆匆讲 随后便离开了 可宰燕还是察觉到了一样 他脱下外套 贴心地系在蜡笔的腰间 对于这么体贴如微又有颜值的男生 当然是心动的感觉 这天 宰燕带着蜡笔来到酒吧 这里音乐劲爆 灯光耀眼 初次来到酒吧的蜡笔显然很不适应 宰燕借此机会一把搂住蜡笔 凭借着他的绝世容颜 再一次让蜡笔文献了 酒吧门口 蜡笔看到一个女人和宰燕打招 看到蜡笔后宰燕立马和女人品性关系 女人不甘示弱 直接走来邀请蜡笔一起去问 还故意露出胳膊上的蝴蝶图案 好像在宣誓主角 虽然宰燕解释说那个蝴蝶不是她话 但蜡笔还是心存戒笔 于是她下定决心不再联系宰燕 但是谁又能忍得住 男人短信封诈式的甜言蜜语呢 为了不让蜡笔深陷其中 威蜜特意组织了一场聚会 让蜡笔看清宰燕的真面目 聚会上 宰燕一直对旁边的美女放递 蜡笔才意识到宰燕可能是个海 聚会结束后 蜡笔突然听到房间内 传来一阵阵嬉笑声 她轻轻地推开房门 一群大学生正在玩大冒险游戏 瓶子对准的两位就要相互接吻 因为玩得过于嗨皮 坦遭邻居上门偷 面对邻居的喋喋不休 蜡笔有些不知损 就在这时 宰燕走了过来 全身上下都散发出迷人的荷尔蒙 面对这么一个大帅哥 女邻居顿时把持不住 好在被老公及时拉托 游戏继续 这次转到的是蜡笔和宰燕 两人默契十足 都选择自罚三杯 一群吃瓜群众表示很扫心 于是都出去冒烟了 屋里蜡笔正在打扫卫生 突然房间里传来一阵嬉闹声 她好奇地打开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 最后两人恳求蜡笔帮他们保守秘密 蜡笔连连点头答应 回家的路上 她暗自窃喜 还好这个男人不是宰燕 可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震惊了 为了不让宰燕发现 她连忙躲了起来 可是 还是被宰燕发现了 她只能硬着头皮朝家转去 宰燕一把拉住了 就在她慢慢靠近蜡笔时 却被一把推开了 但是看着宰燕姓长的嘴 蜡笔又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本以为这一吻两人就确定关系 可是一连好几天 宰燕都没有联系蜡笔 她不知道自己是宰燕的玩物 还是真的在乎 于是 她又查阅了很多有关男女之事的资料 一头雾水的她又询问旁边 朋友告诉她这也要取决于对象是谁 课堂上 教授告诉他们恋爱才是艺术创作的灵感缘权 要想找出属于自己的灵感 就去好好地谈一场恋爱 为了弄清楚真相 下课后的蜡笔准备找宰燕好好聊聊 当看到宰燕和别人约会人 蜡笔还知道自己只是万发从中的一度 心情郁闷地她来到了便利店 令她想不到的是 这个清纯的小学弟又是她人生中的一朵烂桃花 注意看 这个女人踮起脚尖 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 这操作 是个男人应该都把持不住了 突然 女人推开了男人 羞涩的那笔连忙跑走了 晚上 那笔兴奋地睡不着 她以为两人就这样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她再次来找宰燕的时候 却发现她只是万花宫中的一幕 心情郁闷地她来到便利店 在这里 她遇到了不断献殷勤的小学弟金恩寒 不仅如此 她还向那笔索要的联系方式 而这一幕刚好被宰燕看了 她满脸吃醋的神情被旁边的辣妹看了 第二天 恩寒找到那笔 想约她一起去看爱情电影 那笔有些害羞 这时 宰燕突然出现了 她很自然地把手搭在那笔的肩上示威 这让那笔感到很反感 于是她答应了恩寒的邀请 宰燕夺过手机 宰燕继续她的骚操作 那笔忍无可忍 她拉着宰燕来到了天台 质问宰燕到底想干什么 为什么接吻后突然玩失踪 并希望宰燕以后不要来打扰她的生活 武器的内笔开始和学弟约会 他们一起玩密室逃脱 一起拍大头照 一起看电影 回去的路上 恩寒鼓起勇气向内笔表白 看到眼前这个羞涩的大呐喊 内笔第一次感受到被爱的感觉 回家后 她立马删除了宰燕的所有联系方式 她打算接受恩寒 校园活动上 内笔再次和宰燕相遇 为了和海王撇亲关系 她连忙呼喊恩寒 看到内笔的到来 恩寒明显有些惊慌失措 而这尴尬的一幕 正好被宰燕看在眼里 那笔落荒而逃 回家后的那笔得了重打吗 就在她买药回来时 却发现家门口被警车紧紧包围 女人明明知道眼前的男人是个海外 可还是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谁让她沉迷于海王的颜值无法自拔 就这样 两人持续战斗了三天三夜 上次庆功宴上 海王目睹了内笔的尴尬 回家后的内笔活不满 这时她接到了宰燕的电话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咳嗽声 宰燕充满着关心 突然 那笔手机没电了 她只好先去药房买药 另一边联系不上内笔的宰燕担心 她会做什么事 情急之下选择了暴停 正当他们准备撬锁时 被买药回来的内笔及时阻碍 看到宰燕这么关心自己 内笔竟然原谅了她之前所做的一切 为了表示感谢 内笔特意给宰燕做了泡沫 作为回报 宰燕决定要干些什么 她把内笔轻轻放在了床上 气氛正浓时 她却给内笔讲起了睡前故事 你什么啊 你睡觉 就这样 宰燕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 早上 醒来的内笔看见宰燕在床旁 陪了自己整整的夜 甚是感动 她觉得自己之前一定是误会她 吹完头发的宰燕准备去上课 看着眼前帅气的小虎 内笔很是心动 与此同时 宰燕好像也看出了内笔的心思 就这样 两人情不自禁地吻了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不言而喻 大家自行脑补一下 完事后的内笔还沉浸在幸福时刻 而宰燕就急忙撇清关系 我 지금 밖에서 노을 거야 啊 앉아 嗯 그래 뭐 그렇겠네 嗯 앞으로 또 가끔 볼래 此时 内笔才明白宰燕并不想和自己交往 他们顶多就是泡友关系 面对如此有魅力的男人 内笔还是点头答应的 再次遇到宰燕时 内笔还是不放心地问了宰燕一个问题 宰燕笑着告诉他 你放心 好吃干净又未生 等两人再次约会时 宰燕还是习惯性地直奔主 虽然知道宰燕不是真心的 但那笔还是控制不住自己 两人就这样过起了同居的生活 可是 蝴蝶怎么可能只会为一朵花而停留呢 这对小情侣一言不合就开车 就连煮个海带汤的功夫也要搂搂抱抱 画面一转 两人已大战了三百个回合 这时 那笔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他示意宰燕去煮海带汤 话音刚落 宰燕就接到了辣妹的电话 前一秒还没电的宰燕瞬间乱起步 他一边谎称朋友遇到急事 一边还让内笔要好好吃饭 看着宰燕离去的背影 内笔心里很清楚 他这是要去赶下半场 这天 宰燕正在外面吊蝴蝶 突然接到了内笔的电话 他告诉宰燕周末是自己的生日 想要和他一起庆祝 可宰燕好像并不在意 挂断电话的内笔一脸失落地 坐在了回家的公交上 突然有人叫住他 原来是发小杜鹤 因为数十年没见 内笔万分惊讶 得知内笔在首尔上大雪 杜鹤邀请他有时间来自己的料理店做 并且留下了联系方式 刚下车的内笔发现外面倾盆大人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头顶突然出现一把鱼子 原来是杜鹤担心他淋雨 主动提出送他回家 直到家门口 内笔才发现杜鹤的另一侧 早已被雨淋湿 看到如此贴心的阳光大男孩 内笔后悔自己没有早点遇到他 生日当天 内笔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大街上 就在他准备上地铁的时候 宰燕突然拉住了他 原来宰燕一直记得他生日 两人一起逛遍了大街小巷 一起拍照留念 不仅如此 杜鹤还给他挑选了生日礼物 第二天 内笔穿上杜鹤送他的连衣裙出来约会 就在两人嬉笑打闹时 突然被路过的同学看到 很快 两人的关系在校园里传开了 大家认为杜鹤太花心 都替内笔感到不止 听到大家议论纷纷 内笔决定找杜鹤问问清楚 还没等他开口 突然后面走来一位大叔 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群 漂亮学姐被帅气小学弟的爵士容颜所吸引 即使知道他是个海王 还依旧沉浸在他的温柔箱里无法自拔 这天 两个人的恋爱关系在校园里传开了 大家都替内笔感到不止 听到大家对杜鹤的各种不止 内笔还是想找当事人问问清楚 他们之间的关系 可是 话还没说完 杜鹤就突然遭到了袭击 而袭击之人正是杜鹤前女友哥 警局门口 男人好心提醒内笔 此刻 那笔好像终于醒悟了过来 他向杜鹤提出了分手 杜鹤也没有挽留 心灰意冷的内笔来到了乡下赛行 在这里 他再次遇到了发行不可 两人一起来到了海边 杜鹤特意为那笔做了丰盛的晚餐 看到杜鹤如此贴心能干 内笔调侃你的女朋友一定很幸运 杜鹤表示 他的初恋一直都有男朋友 内笔很是尴尬 得知内笔是单身后 杜鹤很是激怼 原来 杜鹤暗恋那笔多女 本想在上大学前表白 谁知内笔说他有男朋友 他只能把这份爱藏在心里 第二天 两人一同来到集市买菜 男才女貌的两人被卖鱼的大妈误认为是情侣 回去的路上 杜鹤更是贴心地把衣服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 这一举动让内笔感到一丝温暖 就这样 杜鹤在着内笔 一路上两人欢声笑容 家门口 两人还意犹未尽 突然 杜鹤出现在了身后 三人就这样站在原地 最怕空气变得突然安静 就在这时 那笔的朋友们及时感到 这才化解了尴尬的婚约 晚上 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玩腰耳的游戏 当杜鹤的妹妹偷偷问仔燕问题时 他脱口而出流内谷 这个答案瞬间让吃瓜群众到处乱套 而另一面 杜鹤正在精心地布置求婚现场 这个女人明知对方把自己当炮人 却依旧沉浸在海王的世界里无法自拔 这天 他终于鼓起勇气向海王提出了分手 就在大家聚在一起玩腰耳的游戏时 得知海王最想亲吻的人是自己 那笔的心有些动作 面对仔燕的甜言秘密 他再一次沦陷其中 就在两人激情热闻时 杜鹤突然打来了电话 面对杜鹤的暖心表白 那笔直接送上一张好门卡 因为他忘不掉死 而且他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即使这样 杜鹤依旧不放弃 回到家的那笔却一直没等来仔燕 他以为两人再无交集 当他路过酒吧巷的时候 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两人在一起的时光 就在这时 仔燕突然出现在身后 两人再一次来到第一次见面时的酒吧 看到那笔不停地和杜鹤发生的东西 仔燕醋意识识 问他是不是喜欢杜鹤 那笔也毫不避讳地夸赞杜鹤 酒吧出来后 仔燕借口去那笔家中取内裤 顺便送他回家 为了在杜鹤面前树立好的形象 他让仔燕楼下等着 无奈 仔燕只好答应 当他看到杜鹤就在不远处 为了破坏那笔在杜鹤心中的形象 他故意说自己内级需要马上解除 看到进屋的两人 杜鹤彻底死刑了 第二天 那笔看到仔燕在雨中给自己 看到那笔后 仔燕失去了理智 杜鹤 原来那天晚上 仔燕故意和他一起上楼 就是为了气力 知道真相的那笔 彻底和仔燕断绝了关系 这天 那笔无意间看到了仔燕送给他的话 而话中的女孩正是自己 这时他才明白仔燕口龙的一见钟情竟然是自己 毕业展这天 他的作品受到了大家的一支吼 但是他期待的那个人一直都没有出现 晚上 他再次来到展厅 却意外地发现仔燕就站在他的作品前 这一刻他终于补起了引擎 治癣 我们上去 生活 不要 له 好